有一位民眾在本霞的公正路跟鎮金路口 招一台小客車闖紅燈 然後A1灶堂死亡 經查這個民眾就是每天早上 就有早起到羅東運動公民的習慣 然後大概在6點左右的時候 就已經查出了涉案的車輛 那現在就是銀紅子車主到岸岸山子 那在此那邊呢 如果老人家早上外出運動的時候 請穿亮色的衣服 另外提醒所有的駕駛 情路貪一時之快 然後就闖紅燈 造成其他人生命財產的安全